受到墙海浣熊的外围环流影响 海边风浪比较大 所以原定昨天要举办的这个 供聊海洋音乐祭呢 就被迫延到今天来举行 那游客就庆幸说 海滩人变少了感觉很不错 但又游客觉得很无奈 因为呢 今天晚上下午5点才公布延期 游客根本就来不及改行程 不过虽然游客失望 但东北角风管处还是呼吁民众 这个台风的余威还是在的 所以玩水还是要特别小心